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熟能详的暗黑破坏神系列非常类似 也都是一个ARPG的类型 就是说白了就是刷刷刷的游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没有做一个试玩流程体验视频的原因 不知道在看视频的玩家有没有这个相对于说老一点的玩家 这台游戏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游戏 这次NS也是移植了 这个游戏总共有9个职业 职业之间可以两两互相搭配 那么也就是说就可以产生非常丰富的流派和打法 另外作为一个刷子游戏 装备系统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这个游戏的装备等级 除了我们常见的灰白黄绿蓝紫 当然还有一个特绿这种属性 也就是说简单说就是特殊的特别的绿 特厉害的绿 特强的绿 所以无论是这个技能方面还是这个装备方面 对于喜欢刷刷刷的玩家 这个都会让游戏变得更加耐玩 另外太坦之旅中的这些 诸如历史背景啊 名胜古迹 甚至这个中国的元素 也是一个我个人认为这款游戏非常特别的地方 除了咱们这个中国的长城啊 长安城 甚至这个四头之路都有 还有这个巴比伦空中花园 埃及金字塔 巴特农神殿 等等这些曾经出现在古代神话 或者真实历史中的这些个场景 这些场景呢也都会在这个游戏中 以不同的面貌来进行呈现 也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制作主 在当时也是非常用心的 说了这么多 这款游戏呢毕竟也是一款老游戏 这种刷啦刷的风格和这种相对来说 较为古朴的画面 可能也并不是所有玩家都会喜欢 当然我在玩的时候呢 也是有发现一些 不是特别影响游戏的小bug 像人啊走到一个角落 会莫名的卡进去 怎么也出不来 然后就是怪物的材质呢 偶尔也会有一点小撕裂 另外呢 就是这个手柄的操作方式啊 可能也稍微有点不舒服啊 对于这种这个ARPG的游戏啊 用手柄操作 当然啊还是那句话 瑕不掩瑜 对于喜欢这种风格的玩家 总体来看啊 还是一个非常推荐的游戏 毕竟刷刷刷这种风格和掌机结合在一起 也是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碎片化的时间 能够得以利用 OK啊 那我们关于这个ARPG平台 台南之旅的这个简单的小介绍视频 到底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一旦给我给点个赞 顺便挂入一下蓝色局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